中途的小插曲 我们家一一运车了 然后车里还挺味儿的 现在在一个无人山谷里面 但是这里离一个酒店非常的近 叫做one and only 从好多之前被山火烧的树木上面 看到了很多希望 就是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山火之后 那些树木更加的强壮 虽然我本人不是非常热衷于 走这样癫癫勃勃的路 可是一想到说 能够看到满山洞的萤火虫 闪闪发光的样子也是值得的 于是一切都忍了吧 终于走到了这个山洞前 抱着满怀的欣喜 将车们缓缓地开入山洞内 在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人 他因为是一个人 所以没有往山洞里面开 他这样说让我觉得心里有一点毛毛的 是山洞里有多可怕吗 走到山洞深处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并没有传说中的漂亮的烟火虫 这个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 觉得说那能看见几只蝙蝠也是很不错的 我使劲地在洞顶上面找蝙蝠 却一直没有找到 很快就出了山洞 这个山洞并不长 应着余灰我们缓缓地开始往山谷外开 这时候才会发现说 这里的温度与市区的温度 早晚温差相差非常大 因为在中午我们来的时候 还是二十七八度 那我们开始往回开的时候 已经是下降到十四度了 就是有十几度的温差 这还不是夜晚 车开到了这样的柏油路上的时候 心中又充满了欢喜 觉得又重回文明世界的感觉 简直太好了 听着Ed Sheeran的歌 开始慢慢地往家开 其实这次短途旅行的目的呢 是去看萤火虫 因为本人长这么大 也没有见过萤火虫是不是 就是如果能见到它的真身 那简直是太高兴不过了 也许是因为想见到它的人很多 也许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不对 总之呢 当天的行程当中并没有萤火虫现身 可是我们却有很多意外发现 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 看到了很多当时的山火烧枯的树 那些树都是长出很多新的枝芽的 而且它的新枝芽不光是从树顶上长 它已经从树干 那个主的树干上面围绕着它缠起来 整棵树 就它有十几米高的树 都是非常非常的绿 很好看 我想这就是困难过后见到的彩虹 就像我们的旅游行业一样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非常困难的时期 我想每一家每一个在旅游行业的人都是一样 都经历着非常挣扎 非常痛苦的时期 但我想这个时期过去以后 我们的彩虹就会带来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